但是真实的困境是 毛虎沙漠确实现在没有 四百万 它其实当然还在 但是全部覆盖了预测 没有那个黄沙漫天 所以我们的电影里的黄沙漫天 全是网民自己人为做出来的 我们前期做了很多测试 用这个巨大的捕风机 排了一排 然后那个捕风机里缠播出 我们做的墓穴 就是很小的锯末 然后向美人直吹 我们美术在陕北 走了几千公里 陕北七个线跑遍了 它找不到那个黄沙高拖 因为放眼一望全是绿的 就是陕北的变化 它就是那么巨大 巨大到拍戏很困难 当年有一个词叫西部片 中国的西部片 中国的西部片 现在就非常不适合去陕北拍了 那个景象产生了天分地付的变化 我们就是乔树林种树苗的那个 包括那个在那摔倒翻滚的那个 商店片沙漠就是 其实现在是一片展示区 就是大家去那冲沙 就开那个吉普啊 开那种冲沙 然后滑沙 然后镜头稍微往边一摆 就是城市 高楼 然后绿树 成荫 所以我们只能用后期CG 把它再扩展 再延展 再复制 明镜头稍微博 明镜头稍微博 明镜头稍微博